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讲座的开场重头戏 接下来跟大家讲到叫历史的虚构化 中国作家的韩国历史记忆 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两位主讲嘉宾 两位都是金老师 首先欢迎金仁顺老师 还有金泰成老师 欢迎两位 好 两位请就座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给在座各位提个问题 我看今天在座的不少都是年轻的朋友 大家对于韩国或者说韩国的历史文化 有什么样的了解 是更多的了解的是 韩国的流行文化的请举手 好 我看到不少同学了解 都是韩国的流行文化 那对于韩国的历史文化有多少了解 有了解的就请举手 还有几位 有 非常好 今天我们两位老师刚刚在私下 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简单聊过 发现很多朋友对于韩国的认识 可能更多是从流行文化开始 接下来我们不妨让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了解一下韩国的历史 首先我们先跟两位聊一聊 这次两位的作品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金仁顺老师 金仁顺老师代表作 相信大家应该也有拜读过 叫春香 春香很多人被称为 韩国版的西香记 如果讲春香 有人可能第一印象会反映成什么呢 就是在韩国非常流行的春香传 我也问过金仁顺老师 这个春香 您写的春香和春香传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能先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吗 小的时候听 也是最早听春香传的故事 就是刚才万俊说的那个版本 但是当时就是一个 所谓灰姑娘的那个版本 一个两半贵族的公子李孟龙 喜欢上了一个平民的女孩子 两个人有了这个爱情之后呢 李孟龙上京赶考 就整个家庭就离开南原市了 然后春香呢 她突然就被留在这个地方之后 又被新来的那个南原府屎看上了 因为她的妈妈是季级 就是说季女的那个 曾经做过这个季女 所以说春香也是有一半的 好像是她是有这个季女身份的 让她去陪的话 她是一定要陪的 这个春香就拒绝了 她由此呢 就变成了一个贞结烈女的 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怎么严心拷打 怎么威逼都不肯 然后一直等到李孟龙回来解救她 这个期间甚至到了 要付出生命的程度 而且李孟龙后来 回来解救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方式 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她一直假装自己是乞丐呀 我没有能力呀 就是不断地来考验春香 然后春香就经过了 无数次的这种 关于贞结的这种考验 甚至到最后 李孟龙都坐到那个台上了 她还是拿了一把扇子 遮着自己的脸 最后又问了春香一遍 春香那个时候还是很贞结 那我觉得凭什么呀 就是她把女性的那个 真的我觉得一个女性 在一个爱情故事里面 这么一个先渡瑞拉的 那么一个形象 她太没有尊严了 她也太没有个人的精神了 春香自己怎么想的 人家李孟龙最开始 找她来试爱 找她来试通 她就做了 然后另外一个官员来威逼她 她忽然就变成了 针结恋女了 她的这个 这个针针观念 它是没有一个 一贯性的 我觉得很奇怪 当然说可能相貌啊什么 这个会有一些区别啊 年龄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根本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 传统的故事里面 充满了对女性的这种 蔑视 我觉得女性完全是迎合 男性四角的一个 她是一个古代 芭比娃娃 实际上 就男人想要什么 她身上就有什么 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得以流传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显然对这个故事 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所以后来我就重新写了一个 我的春香 我想 所以我说我的春香没有钻 我就是想写这么一个人 他是怎么经历这些事情的 他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我们每个人 面对情感关系时候 的一种反应 那你可以说它是春香 你也可以说它是秋香 夏香都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您这个春香 是全新版的一个春香 和春香传实际上 是完全独立开的 好 接下来我还跟大家介绍一下 金泰成老师 金泰成老师呢 也是著名的作家 再加上翻译家 他翻译的作家的作品 有很多 代表作像 这个志向树等等 都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金泰成老师 据我了解 好像最翻译最多的 应该是中国的 这个刘振云先生的 好像的作品 是翻译的比较多的 这个说到刘振云先生 好像 像一个顶一万个 这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作品 据说冯小刚很有可能 还要拍摄 他的这个 另外一部这个小说 拍摄电影叫 我不是潘金莲 这都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金泰成老师 您翻译了这么多 中国作家的作品 您曾经有讲到过一点 您非常喜欢中国作家 这种写故事的方式 您觉得中国作家 写故事方式 为什么这么吸引您呢 我是中国文学的读者 后来 那个变成是翻译家 那个我每次翻译 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 感觉到哇 中国人 那个讲故事的力量 非常了不起 就是全世界 那个很难找的 但是我有一次 在那个 在一个那个 美国学者写的 一个评论记里面 看到非常不高兴的 一个事情 他好像是哈佛大学的 一个研究 中国文学的一个学者 他说 中国引进西方文学之间 根本没有 这个看到少说 为什么 比如说那个三国演义 里面呢 任务太多 还有什么那个 心理的描写 没有什么细致的 所以他 那个 提到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那个 非常那个 低评价 中国的古典少说 但是我想 还是反过来 这些中国古典少说的 那个特点 才是现在那个 中国当代文学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 如果这个 这个毕塑教授 那个放在我旁边的话 我肯定问他 哎呀 你们国家 有没有那个 三国演义 这么这样 很长时间 非常长手的书 恐怕没有 是 韩国的话 男女 男女老少 都看过三国演义 是那个 书名改成三国之 三国之原本是那个历史书嘛 在韩国的话 改成三国之 非常长少 有一个 韩国出版社 大出版社叫 明尼少 他们 每年出 那个 四百多宗书 但是 他有一段时间 那家的收入 到百分之八十 是卖三国演义的 所以 顺便讲 那个我们 我们韩国 跟那个中国文化的 那个同感性 其实 有些人 那个知识 水平不太高的 有些韩国人说 控制是韩国人 这就是不对 但是 我比较理解 那个发生 这种无解的情况 为什么 我们是 已经是 那个 对中国古典文学 我们已经是 完全适应的 所以 中国古典文学 当初什么 无缘结局啊 我们都 都会选 还有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韩国语 对那个 韩流有关心的 年轻朋友 我想问你们 有没有知道 韩国话 跟中国话的 关系 有朋友知道吗 就是 韩语和中文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有知道的吗 有这位同学来 您请说 就是 石中大王 是那个 前字 然后 对那个 前字 变化 所以 我就是 是 石大夫 电子 是 那个 从 到 之后 哇 他说得非常准确 比如说那个 1443年 石中大王 创造韩文 然后 1446年 那个 公快 宣布 然后他 做一个 做一个 试文 这个试文 是什么样的 我 接下来 那个 国治愈因 这是那个 古因的往事 国治愈因 疑惑中国 与文字 不相流通 故愚民 就是那个 一般的 知识水平 不太高的 愚民 老百姓 有所愚言 相说话 但是 而 中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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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 情者 多 多疑 是那个 很想说话 但是 无法说话的 无法表现自己的想法的人 非常多 那 这个是石中大王写的 是什么意思呢 石中大王 创造 好文的主要 东极之一 是 与中文的 沟通 当时的话 一般 那个 韩国的 斯大夫 当时是 那个 身份社会 由那个 斯大夫是主要 是两半 贵重 下面 广大的 老外星 是 那个 跟 跟 高猪一样 所以 石中大王 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王 整个 朝鲜时代 最 最 聪明 最 善良的 大王 他 很爱 老外星 所以 一般 石大夫 没问题 他们用的是 反正是 韩语 不是那个 一般 当时的 韩国话 所以 他们都没问题 但是 广大的 老外星 不会说出来 他们 自己 说的话 所以 重新做 那个 二十四个周末 我在韩国 在那个 跟韩国学者前面 说这种话 他们很 很会生气 大骂我 曾经有 这种经验 我说 这个事情 他们 大骂我 就为什么 我说的是 正事 但是他们 那个 正事前面 他们有意识 形态 是一种 民族主义的 意识 形态 所以 就是 金轮书老师 刚讲的 这个 春香传 也是一种 风之小说 学写的 都不知道 民间 很长时间 在民间 流通的一个故事 有人 那个 好好整理的 就是 中国古典文学的 写作方法一样的 比如说 那个三国演义 也是那个 好多 说书人 讲话的 内容 由那个 罗关忠 很好 记录下来 但是 当时 朝鲜时代 整个朝鲜时代 是身份社会 所以 原本的 春香传 的 主要内容 主要主题是 超越 这种 身份的 爱情 然后 那个 对 这个 斯大夫 对贵族的 一种反抗 但是 金轮书老师的 朝鲜时代 作家 我觉得 那个 我认识的中国 作家非常多 但是他们都 不太懂 韩国历史 韩国文化 金轮书老师的小说 就是春香传之外 还有什么音质 软红飞过 秋千 这个也是有关 那个春香传的 还有那个 重春朝木生 这是我翻译的 非常美丽 非常感动 它把那个架构是 那个 朝鲜的历史 里面的东西是非常现代化的 女性的 女人的感觉 女人的想法 大家 大家找个聚会 看一看 把那个 他把 朝鲜时代都管制的名称 也改 很好啊 很有意思 是 这个说到这个 金轮书老师 写这一部 这个春香 我刚才也问过 金轮书老师 就是说 他写的这个故事 是放在了 朝鲜半岛的 这个历史当中去 那是不是跟您是 朝鲜族的作家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很少有中国作家 会把 这种历史朝代的东西 会放到 一个另外一个 这个国家的 这个历史朝代故事当中去 您是这么想的当事 这个肯定是 跟我的民族身份有关系 我是在 东北长大的 朝鲜族的 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从语言结构上说 如果 我其实不懂 不懂朝鲜语 不懂韩语 这个也很尴尬 我爸妈 但是在生活里面 他们一直又用 朝鲜语 韩语来说话 所以我实际上 生活得很分裂的 我如果说想去 朝鲜语学校上学的话 是要去农村 才能找到那样的一个学校 那不太可能的 说实在的 所以 而且我们家的饮食 就是 也都是什么 泡菜啊 酱汤啊 就是完全是 就是说 有一多半 三分之二的饮食 是完全是 韩式的这个 我是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下长大的 包括那个服装 我也都有 虽然我可能穿出去不太合适 但是我一直也都是有的 就是我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维度里面 就是你一关上门 家里的民族性 它非常的饱满和浓烈啊 但是你一出门 它又完全是一个汉语的语境 那我在写作的时候 最开始也没有说 想刻意写什么 就是写 普通关于中国当代的一些 就是我个人面临的问题 那 我就会把它写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 忽然会在写作的时候 想 写一点飞扬的东西 比如说 我写过一个小说 叫Pensely 就是我当时想写 一个女孩杀了一个人 但是她 我想让她脱罪 就是说 这个人是该杀的 是她的爸爸 但是怎么能 做了一个这样大逆不捞的事情 还让别人理解 那我想只能推到古代 古代的时候 它确实有一种赦免的 人性上的一种赦免 那我在推到古代的时候 我就想 中国有 特别特别多的作家 那他们都会找到 一个古代背景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中华民族的 这么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大背景 我想就没有什么 特殊性了 那我如果推到 朝鲜半岛的话 这个人数的比例 就会降低到五个以内 而且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通过 写古典题材的小说 把我童年时候的 我的饮食 包括一些家具 服装 和我对 整个朝鲜半岛的 这个想象 我可以放到里面 就是这个 我对朝鲜半岛的想象 甚至是超越了 他们那个三八线的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半岛 我没有那么 政治性的东西 在写的时候 非常舒服 就是整个写的时候 我会发现 真的是血脉里的东西 一下就出来了 就特别顺 就一发而不可说 我就写了一组 这样的东西 我不是说一下子写完 可能我写一写 现当代的题材 我会写得很严谨的时候 累了 突然写一个 古典题材的东西 特别放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 那个时候 人的状态 会变得很安静 我会用一些 平时在现代小说里面 不会用的那种 细腻的铺排 一些比喻 会把这个小说写得 好像摄像味 都要有的那种心情 就会有一点 金人顺老师的意思就是 他发现 他的用这个历史的这种 不管是虚构 还是现实 把它放在了古典的历史当中 可能成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平台 去抒发自己的感情 那这个金泰成老师 曾经也说过 就是说 讲到中国的历史文化 和朝鲜的历史文化 他认为是一个 互相互补的 这样一个过程 您怎么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其实 我先服从一下 金人顺老师的这句话 历史 历史本身是虚构 我觉得 把历史的事实 通过在那个 以特定的角度看 描写出来的 这个才是历史 看历史 事实的角度不一样 就历史也不一样 所以 金人顺老师的文学 主要是 我觉得它主要是 那个 女性的世界 但是 它有 另外一个 文学的来源 就是那个 韩国文化 韩国历史 其实那个 我们韩国跟中国 有文化 历史的同根性 但是 好多人 好多韩国人 不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是非常承认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才是正式的 比如说 那个 大概十年前 美国学者 美国政治学者 亨廷顿 他是政治学者 不是文化学者 但是 他写一本书 叫 《文明的冲突》 他把 那个人战以后的 世界秩序 他说 那个 人战以后的世界秩序 是 好几个 文明圈 之间的冲突 来结构的 那 当时 他写这本书的 主要目的是 那个 说明 对美国政府 很有 很有 威胁的 那个 文明圈 第一个是 伊斯兰文明圈 第二个是 中华文明圈 他以前说 那个 路教文明圈 但是路教这个词位 不能 能够 不能完全说明 那个中国文化的 那 所以 中华文明圈是国家 都是华人世界 但是还有一个国家 是韩国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那日本呢 我们经常说什么 韩军日 东亚三国 他说 日本是另外一个文明圈 第九个文明圈 这个看法我也完全同意 日本人只是那个 从 三国时代 就是那个唐朝 集中的印尽 那个中国文化 二里 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也使用那个汉字的 但是 我们韩国是地理上 是 林区来的 现在 我这次来 坐那个 坐飞机过来 我经常去北京 也坐飞机过去 但是南北 和同意的话 也可以 骑 轿踏车过去 朝鲜时代的 韩国文人 韩国的外交官 都是骑马 去 北京的 所以 语言 我刚刚讲的那个语言 已经是那个 跟韩语 差不多 韩国话里面 百分之七十 金老师说百分之六十 以上充分是那个 从韩语来的 有些刺语 有些刺语意识不同 因为那个 很长时间 有那个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地方 适用的 比如说那个 深刻 深刻的意思 深刻 深刻 韩国也有一模一样的 词语 但是 韩语里面的深刻 是一种文学作品的 或者思想 很有程度的意思 但是 韩国话的深刻 是负面的一种现象 不好的现象 很严重的意思 哎呀 问他问题很深刻 完全不一样 是 同样的意思是比较多 但是有些是 不一样的 所以 我经常 看 翻译车航文的 中国文学作品当中 经常 发现到 犯错的 是 因为 这种语言的同观性 经常发生 无意 深刻 有些人 直接翻译 深刻 还有那个 欢呼的 这样思维 意思也不同 但是 直接翻译 就 无意 对吗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文化本身 都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 我在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 李白的 金业寺 很简单的一首诗 这个韩国话念起来 用韩国话念起来 也可以亚运的 你们不妨念一念我们听听 我们听听 这个 床前明月光 一时地上霜 对 举头往明月 地头四股香 韩国话 上转明月光 尤其机场上 国度蒙明月 久度沙果香 可以亚运的 所以 更好玩的事情 有一个 中文大学 广东话怎么说 中文大学 我广东话非常不好 请哪位广东话好 来自告奉勇 给我们讲讲 中文大学四个字怎么说 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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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我们外大的一个学长 来香港 参加一个研讨会 但是这个飞机 迟到了 很紧张 所以他马上 大车 跟司机说 请到中文大学 哎呀 这个司机 没听懂 好像我讲得太快 请到中文大学 听不懂 很紧张 所以 韩国人 韩国男生 有不好的习惯 那个 很紧张 就 那个 讲 讲话 抱中口 说韩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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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世界 中文大学 听得懂 反而懂了 所以 这些年轻人 香港的年轻人 我昨天跟几位年轻人聊天 好多人学过一点的韩语 韩文 但是不太懂 他们了解韩国的主要是那个韩剧里面的 韩流 其实韩国政府 韩国国家单位 非常重视什么韩流 但是 对韩流 我不太乐观的 因为 韩流是那个 细细的河流而已 但是我们韩国人 已经被 韩潮 完全失掉了 韩潮 潮水 是大海的水 为什么 我们那个文化的 根子 我们韩国文化的基础 是那个 中国文化 还有 最近那个 中韩交流之后 也有那个韩流的影响 好多人来韩国 所以 沙沃流是 是六个路线的地铁 其中好几个 有中文广播 我们 几乎每 所有的大学 都有中文系的 研究中国 中国文化的学者 太多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人 只要写文 他们研究的方式 是写文的 那这些文文是有谁看 写文的人 然后生平人 这两个人看 那广大的 大学外面的广大的群众 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文文 那我觉得 这样的写作方式 非常浪费的 所以 我决定 是 不写文 其实我最近写的主要是大中化的写作 比如说 杂志发表文章 还有大中化的写作的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渠道 就是翻译 所以我最近 翻译工作比较多 所以 随便 我希望各位 香港的年轻人 不要光看韩剧 这些思考 还有阅读 有关韩剧里面的一个事情 我刚刚讲历史 反正原本是一个虚构 最近 你们在电视上看的韩剧里面的故事 是历史吗 不是 最近 全世界比较受欢迎的韩国的韩剧 韩国电影 尤其是历史电影 历史方面的连续剧 主要是韩国话说 Fiction 是Fact 一个是历史的实识 加一个虚构 Fiction Fiction 所以 喝起来 那个 说Fiction 比如说 那个 王的男子 王的男人 王的男人 有人看 这个 李俊毅 李俊毅导演 这在韩国也很少欢迎的 但是 我们一般了解韩国历史的一般韩国人 都知道 那部电影里面的是一个想象的结果 不是不是事实 但是 很有意思 很感动 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 了解韩国的历史 或者说朝鲜半导历史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剧 如果 像本人 像我 如果对于韩国真的要涉及到所谓历史题材 可能还是十多年前 大长金的时候 让大家对这个韩国 甚至是朝鲜半导历史有这么样一个了解 这个 金太成老师 您也是这样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 那您翻译这么多作品 您觉得 现在中国作家 涉及到韩国或者朝鲜半导历史的题材的东西多吗 现在 不多 并不多 因为我非常重视金龙生老师的作品 因为在韩国 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学轮坛 所以金龙生老师经常来参加 好多媒体都很关注 但是呢 我一直等 一直等待有人翻译他的作品 一直没有 结果 我是又来翻译他的手术机 但是我仔细看 其他作家的作品当中 很少找到有关朝鲜半导的 最多的是有关韩战的 就是那个康美援朝战场的 这个是比较多 而且 妙限是比较负面的 但是其他方面呢 很少 所以 我非常 重视金龙生老师的作品 我 除了他的书之外 还有他的三文 他的短片手术 觉得很特别 其实 但是中国大陆啊 有那个 两百五十万人的 朝鲜族 是吧 是 其中五十万人 已经来韩国打工 那么两百五十万 那个朝鲜族人当中 比较那个中国文化界 比较成功的 我认识的有三位 一位是那个小说家 金龙生 第二位是那个美术评论家 尹吉兰 尹吉兰 他是非常著名 非常了不起的 他的两本书在韩国出书的 另外第三位是那个导演 江吕 江吕老师 江吕是 中国电影界 不太著名 但是韩国 非常著名 好 再问问金人胜老师 金人老师您 您也写过这个现代题材的 也写这个历史题材的 那您觉得是 像您刚刚说 写历史题材 特别是写朝鲜半岛历史题材 您觉得非常的舒服 但是那您说历史都 像刚刚金太成老师也说 历史都是虚构的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作家 反而不太愿意接触 像其实跟我们很近的 朝鲜半岛这些历史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比较可能 没有 我这一定要澄清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对韩国的历史 知道的也特别少 我也是通过一些 查一些资料 就是真的都是 第二首第三首的这种了解 但是因为 确实因为有这个民族 身份在这里面 它可能会比一般的人有兴趣 就金太成老师 刚才也有讲 说我在小说里面 那个官职 都给改了 其实不是改了 是我压根就没 估计是这功课做的 也不是很好 就是我以为 这个官职是这样子的 我就这样写了 其实可能会就是错了 好在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借口 就是说我是一个 纯虚构的一个背景 他这个 金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都挺有意思的 我看韩剧 我一般是要听一下 它那个对白 因为我语言不行嘛 就像 它确实是有一种 很有意思的连接和转换 我举几个例子啊 一个就是像 咱们一见面说 安宁 那个安宁 像我其实 我是先听汉语的 因为后面的那个是 音调上的一个辅助嘛 那安宁 它是请安 就是您最近安宁嘛 所以安宁 像那个 就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 它那个就是有什么相关 它用的是相关 其实是有一点 咱们那个古典汉语的 对那种东西 比如说你这个人很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 处理得很奇怪 它就用的是异常 所以我现在 已经就觉得很好玩了 我一看韩剧 我是要先听 它的那个翻译的 我觉得它那个 其实真的就是 语言的一个转换 我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有意思 像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大厂经》 我看过原作 那个原作跟电视剧 真的就 你可以说它一点关系 就那点关系 薄弱到你可以忽略了 就是真的电视剧 韩剧的电视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有一些商业上的考虑 它要做得特别炫 所以它真的是 加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90% 我觉得都是虚构的是吧 就一点点影子都 它就可以做出来 一个很炫的一个剧集 然后作为一个商品 我觉得我对韩剧的评价 它就是个商品 它就是为了要卖嘛 而且确实也 运作得很成功 就这种 所以跟真实的历史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好 再问问金泰成老师 金泰成老师 您说这个作品写出来 翻译也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工作 而且甚至可能比 写原作耗费的时间更长 这个莫言也提过嘛 他花43天写出来的初稿 翻译家要花6年的时间 才能把它翻译成 让大家获得诺贝尔评审的 这样一部作品 那您做翻译的工作 这么长的时间 您觉得哪些是最难 特别是在讲到中国跟朝鲜 是到这个不同文化历史的 这种情况之下 您觉得那些东西是最难的 我等一下那个八月份 去长春参加 这个作者协会举办的 一个韩学家翻译家大会 我已经那个 那个写好那个法院告 其中有一部分是那个 刻意 不刻意的问题 比如说 韩语啊 语言是不是固定的 语言是那个 继续发展 继续变化的 所以 韩语里面的 那个 新造的一个词维 这方面 那个很容易发生无疑 所以 翻译 这个是不是 语言的问题 就是那个 阅读的问题 所以 比如说那个 呼尤 呼尤 哇 这个怎么翻译 然后什么那个 山寨 山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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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直接翻译成 山寨的话就不行 所以 那个 加一点的那个 简单的说明才对 还有那个什么 PK PK 什么用英语的 这个 只有在中国 那个通信的 在国外就不行的 还有什么 那个 水货您知道吗 水货 不知道 这个水货 您在香港讲水货 和咱们在内地讲水货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又是两个 这个香港讲水货 就是走私水货客 咱们内地讲水货 就跟山寨版 是一个意思 就是假的 这个 这个可能 这两个金老师还 对啊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 英语啊 什么俗语啊 比如说那个 北京人经常说 哎 你觉得三胖怎么样 三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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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三胖 金正恩 所以 继续 对那个 那个 那个出来 新的词语 所以 这个是 解决这个问题 是阅读 其实那个 其他的没有 就是阅读 比如说那个 翻译的时候 呃 医者 翻译家 不懂的 那个 文本 绝对不能翻译的 但是 有些人 那个 不懂 这个 文本 那个 明显非常翻译 反正是那个 等于是那个文本的破坏 嗯 所以 呃 我觉得翻译 不是那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 呃 翻译之后 应该有那个 那个 移者 所有的翻译 有关 那个翻译的事情 都移者 那个 复杂 嗯 所以 呃 我翻译当中 我不太懂 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查一查 啊 所以这个 百度 百度对我 很有帮助 我说 以前那个 很久以前 我没有 没有懂什么 被炒 炒鱿鱼 哦 炒鱿鱼 是那个 呃 是那个 是一道菜 啊 其实 这个 何必 这一部分 有炒鱿鱼 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查一查 才了解 所以那个 呃 查一查的努力 是 对 翻译家来着 很重要 嗯 那个 不查的话 经常发生 那个 那个 无意 嗯 比如说 有些人 呃 把那个 啊 斯诺木 就是 斯诺木 直接翻译成 斯诺木 斯诺木 是什么东西呢 Edgar Snow的 墳墓 但是 中国人都知道 但是 韩国人 一般的韩国人 那个Edgar Snow的 命也恐怕不知道 但是 斯诺木 这样翻译 绝对 那个 看不懂 什么意思 应该翻译成 那个 Edgar Snow的 墳墓 再 再 亲切的话 加一个 一个 呃 美国 那个 美国 那个 媒体的人 只能见到 说明才一对 嗯 这次 没 查一查 的结果 就发生 这样的 武艺 有些人 把那个 汉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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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那个 大石头的 名字嘛 嗯 有人翻译 那个 很臭的 白语 嗯 所以 呃 毕竟知识 也是 翻译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 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阅读 嗯 好 谢谢两位金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 把时间留给在场各位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两位金老师的 我们可以随时 好 请这位同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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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 我知道 你是翻译很多 呃 香港和中国的小说 变成韩文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 比如说 呃 像这一次 书展的那个 呃 主题 武侠小说 比如说像金龙啊 还有 呃 古龙啊 他们这些笔下 他们有很多写的 比如说像小李飞刀啊 西门吹雪 还有 神雕侠侣 这些 这些 这些词语 在香港本地人的心目中 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就是说是 外来的人 可能不是马上能够理解 是有一个深一层的意思在里面 我想问你在翻译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遇过问题 我知道韩文跟中文还是很相似 但是有一些像这样文学有一些名字 什么独孤求败啊 这些 这些 这些字呢 呃 我觉得 广东话是很能够呃 就是很深刻地表现出来它要表现的东西 但是 我想知道在翻译的途中你会不会遇上一些难题 怎么把这些意思能够很到点地去翻译出来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小说是翻译成韩文的 但是我知道从韩文的小说 翻译成中文就很少 所以我想问 作为一个对韩国文学有一些兴趣的读者来说 你会除了比如说像春香啊 京东人这些比较有名的说 你会建议读者去从 先入门的时候去阅读哪一些作家的 翻译成中文的一些作品啊 谢谢 第一个问题啊 那个 就是 金庸老师的作品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武侠小说 我所 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文化小说 没有那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 绝对那个放不出来 但是以前那个 我大概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在韩国 是金庸老师的作品 很少欢迎 非常上少 但是呢 这个翻译不太中解 把那个 我比较理解他们的苦 他们的那个什么苦恼 为什么 自己不懂 但是他们翻译过程当中 讲究的是那个 故事清洁而已 里面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事情 就是散掉 所以 最近呢 前五六年之前 有些人 那个 开始 比较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 最近在韩国重新翻译 一个那个 金庸 他们组织一个金庸小说翻译小组 来那个一起 不是一个人翻译 那个 不了解的方法 互相讨论 这样来翻译 所以我呢 我不敢翻译 那个金庸老师的作品 我是 我并不是那个 我炫耀我自己 我是 非常重视 那个翻译的质量的人 但是也不敢 那个 那个金庸老师的作品 我觉得 在韩国 开始重新翻译出书 这是非常 那个 非常好的事情 比如说 那个金庸老师的说 少说当众 有一个 两个下课 在那个 框宴上 见面 A下课 问 你是什么东西 那B下课 对他 怎么回答呢 那你是什么 南北呢 哇 这个怎么翻译 在韩国话里面 东西南北 只是那个 那个方向而已 所以 好多韩国人 从什么时候 韩语里面的东西 就是 这个 意外 那个方向 以外的一个事情 都 都没有 所以 如果我翻译 那个 这句的话 加诸姐 中华里面的东西 是 原本是 那个 指方向的 指语 但是呢 这里的是 另外一个意思 就 简单的说明才对 还有那个 我觉得 很遗憾的 是 那个 在韩国 中国专家非常多 我觉得是太多 因为那个 1992年 中韩建交之后 我演中文系的时候 有中文系的大学 不到 不到20家 那现在呢 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有中文系 所以 好 那个 在韩国 好多人 自己认为 我是中国专家 我刚刚讲的嘛 他们主要 活动就是 那个写入文的 只有两个读者的 入文 这个是 非常研究的问题 对中国的 这么多的知识 研究 是在大学里 被关起来 所以我已经是 那个 跑到那个大学外面的 但是 中国 十三 十四亿的人口当中 了解 韩国的人 韩国专家 不多 还有那个 韩文翻译 翻译家 也不多 但是 还可以的是 我去年 那个冬天 去南京大学演讲 南京大学 有韩文系 但是 一年级 只有十五个同学 但是 那个 按我手指 全中国 有韩文系的 单位 包括大学 已经超过两百所 所以 这个主要是 那个韩日的 关系 但是 我希望 那个 好多 那个 中国的年轻人 香港的年轻人 对韩国文化 有兴趣的话 不光看韩剧 不光听 那个 韩国歌曲 就是大众文化而已 但是 这种大众文化以外 韩国也有 很有深度的文化 然后 所以你们 那个 多多 好好学 韩国话 然后 开始翻译 那个 韩国文学 但是 我 其实那个 在韩国出版界 中国文学的市场 还不大 但是 我继续努力 为什么 我期待 总有一天 那个 韩国出版市场 总有一天 那个 有 爆炸性的一个 开发 在韩国出版界的日本少数也是这样的 有人继续努力 所以最近 好多那个日文作品 那个出书 所以 应该有人 有人努力 才可以实现的事情 所以 香港 中国 台湾的年轻人 也尽量 好好学 不是 并不太 比较 人人都学 有些 那个 有 力量的 有能力的人 好好学 开始翻译 那金老师 您刚刚 刚刚那同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 可以推荐给他的 作为了解 朝鲜文化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 那个 春香 已经是 那个古典文学 我想推荐的是 韩国当代的文学 当代作家当中 圣经书之外 还有那个 我想推荐的 就是 孔志勇 孔志勇 一个女作家 她是 在台湾已经出 她的好几本书 中国也有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韩国当代作家当中 我最崇拜 最喜欢的 她结婚三次 然后离婚 也三次 每次结婚 生一个孩子 现在 她照顾 这个 不同的 爸爸生的 这个三个孩子 非常幸福的 生活 还有那个 她的写作 不是那个 写作里面 写作之后 写作的开始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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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行动 所以 有一本书 那个很长手术 他把这本书的 伴随收入 全部都捐款 给那个 这本小书里面 故事里 那个受 那个被害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才是 那个 真正的 助甲 镜像 但是 这样的助甲 也有 所以 控制用 还有那个 精论书 还有 神经书 这些 你们 上网 可以 看得到 然后 如果 这个 方一方面 有兴趣的 同学 希望 跟我合作 好 请问 还有 还有朋友 有问题吗 好 那位女士 我是从北京来的 读者 然后 欢迎您 我是 本身也是在 出版社工作 然后刚才听了 两位老师的讲解 我想就是 跟您再交流一下 就是我对这个 韩国 翻译演进 中文的一些 作品 这个现象 就是特别 感到高兴 也很感谢 但是我们 对于 大陆的 出版社来说 可能 就是 也像您 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现在可能 翻译小说呀 一些 大众化的 作品 是比较 相对多一些 就是 咱们这个是 比 就是 大陆的一些 学术性的 作品 可能 这种小说呀 会 更受到 韩国读者的 关注 然后 我们这边的 情况是 就 从我们社来说吧 我们是专门 做法律图书的 然后有一些 作品 也被韩国的 一些学者 或者是 翻译家 翻译成 韩文在 就是韩国出版 但是我们了解到 这个量 可能特别少 比如说 有一些 关于中国 那个 新三春调查笔记 就是中国法治史的一个 这样的 作品 可能它的音量 只有五百车 或者现在 正在做的一个 书名叫做 《中国新工人 命运与 决起》 这样的 然后也是一位 韩国的学者 他了解到这本书 然后写出企划 提交给韩国的出版社 然后来申请出版 但是我们看 这个音量 都不是很大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韩国的大学 基本上都开设中文系 然后有很多的汉学家 然后他们写一些论文 或者翻一些作品 但是呢 可能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说 局限性还是 就是比较有局限性吧 可能受众不是很大 我就说 另外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然后我们这边的 还有这样一种需求 就是希望将更多的 中国的作品 包括像 吉老师这种小说 也包括一些 具有学术价值的图书 然后像 包括韩国在内的海外 来输出出版 我们的困境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 觉得选题很好 但是找不到 合适的译者 比如说这种 韩国的汉学家 或者甚至是 有一定专业背景的 这样的学者老师 所以我就想问 我们目前找译者的方式 就是通过编辑呀 或者是版权人员 诗人的一个交往 或交流 来联系到 这个韩国的汉学家 我就想问 根据您的经验 就是韩国有没有 这样一个机构 或者组织 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它 然后找到匹配的 或者比较适合的 韩语翻译的人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像中国大陆这边 国家会有一些 鼓励的政策 比如说鼓励 各种图书作品的 像海外的输出 会支持这个翻译经费 就是相应而言 就您所了解到的 在韩国有没有类似的 这样的机构 或者一些计划 比如说 我再稍微介绍一下 用时间关系 我们主要听听老师的解读 好 两个问题是吗 第一个就是 有没有相关的机构 对应能够介绍 这个翻译的机构 第二就是 有没有相关的补贴 或者鼓励政策 是这样吗 好 谢谢 好的 那个中国 找一个那个 合适的医者 我觉得还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那个 中国两百多大学 叫航文 还有 已经开始 出现 转换 翻译 把航文 翻译成中文的一个档位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您介绍 还有那个 中国 那个政策上 由那个 中国当代文学 走出去的策划 所以那个中国政府 花不少钱 我也 得到一些那个 翻译费 韩国也有 韩国 文学馆 韩国 翻译馆 还有那个 大商文化基金会 尤其说 党位 那个 赞助 翻译费 触犯费 所以 如果愿意的话 我给您 那个 提供资料 好 好 谢谢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金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 现场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创作当中的一些历程 也再次谢谢两位 希望两位能给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作品 也感谢各位 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参加我们的讲座活动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